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表情往往是这样的 那么我有这样的表情 怎么会觉得计算有趣呢 那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计算的故事 听完之后你就会觉得计算非常的有意思 而这个故事主人公呢就是他 看完这张照片之后大家觉得 咦这是谁呢 我很不认识他 这是这位主人公年轻时候的照片 如果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他岁数大的时候的照片 你可能就认出来了 就是他 是不是认出来了呢 他就是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看完爱因斯坦年轻时和老的时候的照片的对比 我们突然有一点点担心啊 一个曾经多么阳光的大男孩 通过数学的学习之后 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我们不禁对自己的未来有一点点担心了 其实呢 你完全不用担心 爱因斯坦呢 由于他上了岁数之后呢 变成了一个不修边幅的人 所以呢 他才会看上去是这个样子 实际上他的底子还是不错的 这跟学数学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恰恰是因为他学习了数学 掌握了数学的思维能力 所以才使得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我们今天依然在谈论着他的故事 那么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关于爱因斯坦的小故事 有一次爱因斯坦生病了 住在医院里 他的朋友来看望他 看望他的朋友来看望他 爱因斯坦非常的高兴 因为他躺在病床上非常非常的无聊 他跟他的朋友说 干脆你给我出道题吧 让我也活动活动我的脑筋 看到爱因斯坦想让别人给他出道题 他的朋友就想有意的难为一下他 心想好啊 你不是特别聪明吗 好我给你出一道难一点的题 他出的题就是2974乘以2926等于多少 没想到爱因斯坦只是活动活动脑袋 立刻说出了这道题的答案 就是8701924 他的朋友非常的吃惊 嗯你随便说的吧 于是找来一支笔来算了一下 哇算了一下的结果果然是8701924 他非常非常的惊讶 爱因斯坦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你是不是也想知道爱因斯坦是如何算出这个算式的呢 通过今天的学习 你就可以知道爱因斯坦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 要想做出爱因斯坦的那道题 我们得从简单的开始 首先来看这个乘法算式 我们先观察乘法算式的特点 这是一个两位数乘以两位数的乘法算式 而这个两位数呢 这两个两位数他们的十位是相同的 都是8 而他的个位呢 3和7 3加上7正好等于10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称他为互补 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乘法算式起一个特殊的名字 叫做头同尾补形 也就是说十位是相同的 个位的两个数字加起来正好是整十 我们就叫他头同尾补形 那么遇到这样的算式 怎么计算呢 我们只需要背一个口诀 那就是这个计算结果的前半部分 就是头乘以头加一的和 这个计算结果的后半部分 就是尾乘以尾 哎 知道怎么算吗 也就是说823乘以827 我们只要把计算结果想象成四个空 其中前两个空就用头乘以头加一来算 等于72 而后半部分就用尾乘以尾来算 就等于21 合在一起 他的计算结果就是7221 如果你不信 你可以动手算一下是不是这个答案 可是为什么要通过这样的口诀来计算呢 我们可以利用算式推导的方式来简单的验证一下 首先我们把83和87拆成80加上3 以及80加上7的形式 然后运用乘法分配率将括号打开 继续运用乘法分配率 我们可以继续的拆开括号 这时我们观察一下中间的这两个 乘法算式 他们都含有80 此时我们又可以用提取公因数的方式 再将他们合并 然后继续用提取公因数的方式 再继续合并 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算式 注意 因为这里乘了个100 这也就意味着 这个计算结果的最后两位 就是由尾乘以尾来计算 也就是3乘以7等于21 而他的前面两位就是用8乘以8加上1来计算 也就是头乘以头加上1的形式 所以他的计算结果就是7221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 那我们赶紧来验证一下 我们再来一道题目 52乘以58是不是也是头同为补呢 因为5是相同的2加上8等于10互补 因此我们可以继续用我们的口诀 我们想象一下他的计算结果就是四位数 其中前两位就是头乘以头加1 也就是5乘以6等于30 后两位就是尾乘以尾 也就是2乘以8等于16 3016 你也可以动笔算一算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结果呢 好 见过了头同为补形 我们再把算式变化一下 38乘以78 然后跟刚才有什么不一样呢 3和7作为两个数的十位 他们此时变成了互补 而各位8都是8 所以他们叫相同 因此这是另外一种形式 他的名字我想你已经猜到了 就是头补伪同形 那他又该怎么算呢 其实他也有一个运算的口诀 同样计算结果是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是头乘以头加上尾 后半部分是尾乘以尾 我们再赶紧来计算一下 如果把计算结果想象成四个够 那么前半部分就是头乘以头加上尾 也就是3乘以7加上8等于29 而后两位呢就是尾乘以为8乘以8等于64 2964 同样你可以用笔来计算一下 验证一下这个计算结果 同样的方式我们也可以用公式推导的方式来验证一下啊 同样运用了乘法分配率提取供应数 这里我们也观察到 因为这里正好还是有一个100 因此他的后两位就是由尾乘以尾来决定 而他的前两位就是头乘以头再加上尾来决定 那么他的计算结果就是2964 是不是同样非常的神奇呢 那我们赶紧来练习一下 45乘以65 头补尾同 那我们就想象一下啊 运算结果就是四位数 前两位就是用4乘以6再加上5 也就是头乘以头加上尾来计算 后两位呢就是尾乘以尾 因此他的运算结果就是2925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啊 非常的简单 但是这里呢 我们突然又有一点点有点绕晕了的感觉啊 头痛尾补 头部尾痛 我们要用两个口诀来算 实在是太麻烦了 那我们想象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口诀 有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首先我们观察到 后面都是尾乘尾 这个还算好记 而前半部分呢 这个头乘以头加一的和 我们把它变化一下 变成头乘头加上头 哎 这时候两个口诀非常的接近了 一个是加上头 一个是加上尾 那什么时候加头 那什么时候加尾呢 我们观察到头同尾补形 当头相同的时候 我们加的是头 当尾相同的时候呢 我们又加的是尾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运算的口诀再变化一下 直接变成头乘头加上同 这样的话两个口诀变成一个口诀 就非常非常的好记了 好 此时我们把难度再升级一点 变成三位数乘以三位数 101乘以109 哎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能有个困惑 头同为补 我到底是把1当成头 还是把10当成头呢 这里跟大家强调一下 什么叫做互补 首先如果一位数加上一位数等于10 像1加上9等于10这种情况呢 我们称它为互补 那如果是两位数加两位数呢 两位数加两位数必须是合适 100的时候才能称为互补 那这里头我们把01是视为两位数啊 因为后面正好99是两位数 那么如果是两位数加两位数 如果相加等于10 像01加上09这样的 我们不能称它为互补 所以这就简单了 这个乘法算式 什么是尾呢 应该是1和9 因为它们俩相加等于10才能称为互补 所以10就是这个乘法算式的头 那么注意啊 我们同样将运算结果分成两个部分 但是此时的头是一个两位数 所以我们要把他的计算结果的那部分 想象为四个空啊 那也就是背下口诀 10乘以10加上10 头乘以头加上同 它的运算结果是110 注意我们要尾部对齐啊 第一个空是空的 它不写的 那么尾乘以尾呢 1乘以9等于9 那我们就填上09 注意空的那位 此时我们要补上0 因此他的计算结果就是11009 不信你就算一下 那么同样的 我们再来一个题 101乘以199 那么哪部分是头 哪部分是尾呢 很明显啊 1是头 0199 这些是尾 所以呢 我们同样把运算结果显像成两个部分 因为尾是两位数 所以计算结果的后半部分 我们要想象成四个空 那么我们来背一下口诀 1乘以1加上1 也就是头乘以头加上同 它就是2 我们填在这里 1乘以99等于99 怎么填呢 尾部对齐 没有数字的 我们就填上0 补上 因此他的运算结果就是20099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呢 那么最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爱因斯坦的这道四位数 乘以四位数的这道题 刚才听故事的时候呢 我们觉得爱因斯坦这位朋友 也不是什么好朋友啊 居然给病中的爱因斯坦 出一道这么难的题 但是通过今天的学习 我们突然觉得 哦 他的这位朋友 真的是一位好哥们啊 因为他正好出了一道 头同尾补的计算题 2929完全相同 7426相加正好是100互补 这就是头同尾补型啊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他的计算结果应该分成两部分 因为头和尾都是两位数 所以前半部分是四个空 后半部分还是四个空 前半部分怎么算呢 头乘以头再加上同 也就是29乘以30 等于870 我们把870填上 后面后半部分呢 就是尾乘以尾 看到这个算式 我们突然觉得 咦 这个好像不太好算啊 那就说明了 S还是水平很高的啊 这里呢 他又用了另外一个技巧 也就是平方差公式 A的平方 减B的平方 等于A加B 乘以A减B 哎 那怎么应用在这个计算中呢 我们可以把74和26 变成50加24和50减24的形式啊 那么只要我们会计算50平方和24的平方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计算出 它的计算结果就是1924 因此我们可以轻松的把它填上 它的运算结果就是8701924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 这里我们也是知道了 爱因斯坦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计算出它来的 好 我们赶紧来总结一下啊 我们今天学了两种类型的速算的口诀啊 一个是头同尾补形 一个是头补尾同形 两种形式我们可以用一个口诀来计算 就是头乘以头加上同 这是前半部分 而后半部分呢 就是尾乘以尾 哎 学会了这个运算口诀 大家也赶紧在自己的亲戚朋友面前展示一下你高超的计算技巧吧 好 我们这次课呢就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